要是能够入围 今年多了一点私心 好不好 还有小鬼 还唱剑 2021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公布 中视播出节目综艺完很大 主持人吴宗宪 KID黄鸿生小鬼 入围意志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 回顾2017 2018节目奖入围 吴宗宪 KID连两年都得主持人奖 2019年小鬼也入围主持人奖 却留下遗珠之汗 今年小鬼最后一次入围 及小嘉宾柯佳燕 忍不住哽咽 最有情绪的一个时刻 就是在那个时候 可能觉得有点辛苦 气氛可以不要这样 我觉得他会希望大家是开心的 中华生长有生放 年仅12岁的李一乔 在戏剧天桥上的魔术师 演出备受肯定 入围戏剧节目最佳潜力新人奖 同时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而男主角奖入围的 还有师名帅唐志平 许杰辉以及薛世林 女主角奖入围的 有李维维 孙可芳 孙淑妹 蔡佳音 已经忠心灵 任力于等于说当选 这个名称可以公布吗 要等他 要等他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文化部长林永德 在记者会一开始 就提早泄露名单 金钟五六特别贡献奖得主 就是气象主播 任力于播报气象 53年也曾在 中视新闻全球报道 报道气象长达9年 今年5月底 最后一次播报 成为获得特别贡献奖 新闻圈第一人 受诅无惠 最后是全台通过 电视金钟五六入围名单公布 导演曹瑞远表示 优秀作品很多 竞争激烈 入围的演员 仍期待未来 继续突破 记者传接案 曹佳人 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